韩国的旅行审美真的是个轮回 以前来玩家的韩式温柔风格骄傲了 现在从穿搭到发型到配饰 简直可以说是360多大转变 先来说穿搭 从明星IDOL到素人 几乎清一色的KPOP风 Y2K风 辣妹风 AI风 工装裤的工装裙 更是火到一塌糊涂 像A的张元英 Black Pink 女团们从打阁一路穿到四幅 真的就是很折肉 超级适合理性神采 以前的韩国女生 真的是很少穿大logo的衣服 但是今年反而火了很多中性风和复古风的大logoT恤 还好像他们家这种D字楼空的背心和大logo的包包 真的可以说是明星博主人手一家 再来就是发型 以前的韩国女生 10个里面有9个基本都是韩式大波浪 但今年就真的是直发当道的一年 而且他们喜欢的也不是普通的一刀切 像是就致戒口的公主签 艾佑的中短发 韩素琴的高层次刘海直发 都能更好地修饰脸型的拉高颜质 还有各种的直发造型 像珍妮的鸡毛绊扎发 地马尾箭子头 和龙须边发 满尾边发 蝴蝶结边发 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鸡毛斑炸发的教程 第三点就是配饰 首先就是头套耳机 该说不说 世界上增高颅顶挺牛的 但头上戴脖子上都很辣妹风 可以说是韩国女生拍照凹道型的必备了 韩国博主Favor 凭一己之力戴混那个金属爱心项链 这就去巴黎时装周带的也是他 绣质宁一拙迷迷艺术环 带来都是银色的 就会更适合黄皮更显白 也可以像韩苏西的这种绳子可以调节的 像他这样在脖子上绕一圈带 也可以像Favor这样调成最长 就能更修饰脖子线条